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湖北公安县班竹荡镇 九五后女孩 应四天三夜骑行三百多公里 赶往武汉医院上班而走红网络 2月17号 中兴社记者来到女孩工作的医院 武汉江夏区经口中兴卫生院 范胡分院实地进行了采访 在医院检验科 1996年出生的甘如意正在忙碌着 提及这次走红网络的事 他显得有些腼腆 他说 科室另外一名同事已经58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连续十多天没有休息了 为了赶回医院接替 他联系了医院负责人 开具返港证明 于1月31号从家里出发 赶往武汉 我们科室两个人 然后一个同事呢 他已经工作十多天了 我怕他撑不住 就是回来 一定要回来 换他休息 甘如意说 老家的道路都封了 在村里办了临时通行证 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 父母还叮嘱他 路上一定想办法乘车赶往武汉 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疫情当前 去往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了 其实爸妈也很担心我 他们应该没想到吧 他知道我是骑自行车出来的 他不知道我可能 一下子会骑这么远 朴实的甘如意 回忆起一路上的经历 他说 路上饿了就吃泡面 渴了就喝矿泉水 第三天沿着318国道向武汉骑行时 一路下着小雨 但是他心里想的 还是尽快赶到医院工作 一直到第四天早上 他在前江一名警察的帮助下 上了一辆去武汉送雪的顺风车 就想在天黑之前必须到前江 骑自行车就是 这时间也刚好够嘛 再到五一会儿就不计就不行了 就是如果不出京州的话 就是会留在京州 然后就不用浪费了一天吧 回到医院后 甘如意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 医院的党支部书记范福胜说 都说九五后是浇灌的一代人 但是从甘如意的行动上 看到了他是既有勇气又有担当 刚听说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当时开始比较震惊嘛 同时也有点心疼的 这个小姑娘这么远就这样走过来 他这种行为呢就是说 也让我们体会到了 作为一个九五后一代年轻人 他有自己的一个思维 有自己的勇气 有自己的担当 值得我们一个年轻人的学习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